哈喽各位亲爱的丧尸粉们,欢迎来收看最新一期的生化危机游戏剧情讲解。 本来这一期我应该是要讲生化危机5的,但是由于有少数观众的强烈要求,我决定在生化危机5之前先把生化危机启示录的剧情给大家回顾一遍。 生化危机5最早是2009年推出的,而生化危机启示录是2012年推出的,但是启示录的剧情是发生在生化危机4和生化危机5之间的。 那么其实我这个人还是会看观众的评论的,并且还会合理答应观众们的要求。 那么好多废话不多说,就让我们开始本次的生化危机之旅吧。 2004年,在地中海有一个人工岛城市叫做泰拉格里吉亚,我们现在简称这个城市为福岛。 福岛这个城市拥有最先进的太阳能设备,并且利用太阳能维持着整个城市的能源。 同时有一个恐怖组织的名字叫做灰猎犬,他们对福岛的太阳能发展很不满意,于是对福岛释放了生化病毒和生化怪物。 那么联邦生化恐怖委员会,简称FBC,派出了特工去帮忙对抗恐怖组织。 但是由于事态已经无法控制,区域的最高分局下令利用太阳能矩阵摧毁福岛这座城市。 这件事情被媒体称为福岛恐慌。 在事后,FBC宣布灰猎犬组织已经被彻底摧毁。 2005年一档电视节目的特殊报道里,一个漂亮的女主持人正在向大家介绍福岛这座城市的故事。 大家可以从她的介绍中了解到福岛这座城市现在还是被FBC封锁着。 下午6点08分,生化恐怖防御与评估联盟组织,简称BSAA成员, 吉尔和帕克两人来到了福岛这座城市的废墟当中, 与他们的指挥官奥布莱恩见了面。 虽然这个区域已经被FBC封锁了, 但是最近几周一直有神秘的尸体被冲到岸边来, 所以他派BSAA来调查这件事。 正好吉尔和帕克也从另一名同事昆特那里拿到了新的装备扫描仪。 用这个扫描仪可以扫描那些藏在肉里面的金属物体。 然后两人就开始在岸边扫描这些恶心的肉块。 他们在其中一个肉块的尸体里面拿到了一瓶红色的样本, 但是也不知道这个具体是干什么的, 只能多搜集一些样本来分析一下。 岸边的有些尸块还是活的, 我怎么觉得这个尸块很像巨型水质呢? 三个人忙活了一阵又集合到了一起, 指挥官奥布莱恩接到了一个电话, 原来是最近有灰猎犬复活的谣言。 克里斯与杰西卡两人被派往山里调查灰猎犬, 但两人却在一艘邮轮杰诺比亚女王号上发出最后的信息, 然后失去了联络,也就是失踪了嘛。 奥布莱恩就派遣吉尔和帕克两人去寻找克里斯和杰西卡的下落。 那既然是在杰诺比亚号失踪的, 吉尔和帕克当然是要去船上寻找了。 他们在海上的黑夜里冒着风雨找到了游轮并且登陆了上去, 然后他们俩在船上搜索起来。 这里并没有活人的迹象, 但是他们却注意到一些不知名的怪物在上面。 吉尔和帕克在地上看到了一个铁网盖子, 里面似乎有一坨黏糊糊的肉, 帕克帮吉尔打开了盖子, 吉尔就用探测器探索到了肉下面似乎有一把枪, 他就伸手进去把枪掏了出来。 帕克觉得这把枪看上去圆润饱满, 不像克里斯的, 吉尔也在思考这把枪到底是怎么回事。 但在此时后面出现了一个大便超人怪, 这又是一种你没有见过的全新怪物, 两人二话没说打倒了他, 此时是下午6点20。 看着这个全新版本的怪物, 两个人开始担心克里斯的安危, 这时门外传来一声开锁的声音, 吉尔说他去看一下, 两人就分头行动了。 有事情微信联系吧, 吉尔出门顺着船里的走廊一直向前走, 他发现了克里斯居然赤裸着上半身坐在一扇门后面, 但是这扇门却打不开, 而且克里斯似乎也昏了过去。 然后吉尔通知帕克一起去找门的钥匙救克里斯。 当然, 这艘船上光线昏暗, 而且空间狭窄, 比生化危机4恐怖了很多, 而且这一座的怪物像寄精灵穿越过来的。 吉尔在路上看到两个怪物在殴打一个妹子, 赶紧冲过去救他, 但是为时已晚, 妹子已经倒在了雪坡中, 不过吉尔在他身边找到了钥匙。 拿到钥匙之后, 吉尔和帕克来到了克里斯所在的房间, 打开门之后, 吉尔跑向克里斯想叫醒他。 克里斯的头突然掉了下来, 妈爷, 原来这是个魔形克里斯, 糟了, 我们中了敌人的圈套。 帕克在房间的墙壁上发现了灰猎犬的标志, 然后房间里面开始冒毒气, 好臭啊, 我遭不住了。 两个人被毒气毒晕了, 此时一个带着防毒面具的人溜了进来。 下午6点42分, 在欧洲的某个山峰上, 克里斯和杰西卡在雪中行进, 原来他们并没有在邮轮上, 那么这个邮轮上的信号很有可能是别人发出的。 他们在这里寻找灰猎犬的营地, 剧情显示营地在另一边的山峰上。 两人行进的过程中, 一辆飞机坠毁在了前方。 然后他们在这边探索了一下, 飞机头里居然还有一个人的尸体。 两人继续往前走, 来到了一个矿洞, 矿洞里有很多生化狗。 两人使出丐帮的打狗枪法, 打完了狗, 从矿洞的另一边出来了。 来到了白色村舍机场, 这里有一些挥猎犬组织的踪迹。 到这里之后, 克里斯的通讯设备终于有信号了, 之前一直处于被干扰的状态。 他收到了阿布莱恩的微信, 克里斯得知基尔和帕克两人为了寻找他去了邮轮。 但是这两个人却又失去联系了。 克里斯向阿布莱恩汇报了灰烈犬的事情, 然后他又准备和杰西卡去邮轮营救基尔和帕克。 那么现在大家清楚了, 一开始是基尔和帕克去邮轮寻找克里斯和杰西卡, 现在反过来了, 克里斯和杰西卡去邮轮寻找基尔和帕克。 晚上8点32分, 基尔在邮轮的一个房间里醒了过来, 当然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不可描述的事情啊。 帕克给基尔打了个语音, 说他的武器都被人给拿走了, 而且也没有办法联系指挥部。 基尔想办法逃出了房间, 来到餐厅和帕克会合了, 他们在一个房间里找回了武器。 我靠, 我要是反派这武器我就自己用了, 还给他们打包好了, 等他们来取。 有了武器之后, 两人在船上疯狂搜刮, 一路来到了船头控制室, 但他们发现这艘船并没有办法控制, 而他们来的时候乘坐的那艘小船也被人给炸掉了。 两人准备离开控制室, 后面有一个红头发的人跑出来给了基尔一个爱的抱抱, 抱住了基尔就不松手, 还好基尔一脚翻转180度踢到了他的脸上把他踢倒了。 仔细一看原来这个人就是陈奕迅, 开个玩笑啊。 在一年之前, 这个人实际上是BSA的实习生雷蒙德。 那个时候帕克和杰西卡, 他们两个人当时作为搭档在福岛上帮忙清除生化怪物, 岛上有很多挥猎犬投放的猎杀者, FBC的特工根本就杀不完。 但是帕克此时已经知道, 摩根将军会用太阳能卫星摧毁这个城市, 两人在大楼里边打边跑, 最终来到楼顶上坐上了直升飞机, 然后整座城市都被太阳能的高温所融化。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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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间回到现在, 吉尔和帕克两人与雷蒙德互相对峙, 两人问雷蒙德FBC在这里做什么, 而雷蒙德说他们俩根本就不知道是在和谁作对, 搞得深深秘秘的然后就走了, 我觉得雷蒙德就是没有挨打, 给他腿一枪看他还装不装笔。 那好吧,雷蒙德既然走了, 两个人只好去寻找其他出去的方法, 他们想去通讯室看看能不能和指挥部取得联系, 但是在路上看到一个房间里似乎有人在撞, 吉尔好奇地打开了房门, 结果里面冲出来了一个胖子, 他的肩膀上一边是头, 一边是个深渊巨口, 两人费力地将他打死了, 然后他们来到了通讯室, 雷蒙德已经在这里了, 但通讯设备已经被其他人摧毁了, 给他们留下的只有戴面具人的直播录像, 那么他这个录像到处都在播放, 连BSAA的人都看到了, 他在录像里展示了T深渊病毒, 可以把小金鱼直接变成食人鱼, 而且他还要把世界上五分之一的水域都感染掉, 然后面具人摘下了面具, 直接露出了真面目, 然后说他们组织的身份就是挥猎犬, 卧擦, 这是不是有点多此一举, 直接威胁不就完了吗, 这露脸不是给自己增加仇恨值吗? 另一边克里斯和杰西卡坐直升机来到了海上, 他们在寻找着游轮, 顺便也在看这段直播, 帕克在看完录像之后破口大骂, 他猜出挥猎犬想利用病毒搞第二次袭击, 而雷蒙德觉得挥猎犬也许是为了弄清FBC摧毁福岛的真相, 顺便对FBC复仇, 那么此时提一下雷蒙德是一个比较中立的角色, 他对吉尔和帕克两人的态度还是比较好的, 他们决定恢复船的电力, 雷蒙德告诉两人要从一楼的赌场下去, 于是吉尔和帕克两人就下去寻找出路, 他们在赌场里遇到了刚才录像里的食人鱼, 打死了食人鱼还获得了游戏币, 然后赌一把发了大财获得了更多游戏币, 利用这些游戏币就可以打开赌场的门, 然后他们找到了一部货梯, 但雷蒙德说货梯的钥匙在瑞秋身上, 吉尔想起来瑞秋就是被之前两个怪物殴打致死的那个女性, 她跑回了之前的那个地方一看, 妈爷,瑞秋原来已经变成了一只蛇皮怪, 那没有办法了, 吉尔只能跟她打了起来, 打倒瑞秋之后,吉尔终于获得了货梯钥匙, 和帕克一起坐货梯下楼了, 晚上10点20分, BSAA的一些队员已经来到了白色村舍机场, 有两个队员在这边搜索了一番, 他们在监控室里查看了监控视频, 里面出现了各种生化兵器, 而之前山上坠毁的飞机似乎就是被猎杀者给干掉了, 甚至还出现了某种隐形的怪物, 稍微提一句, 在这边搜索的两个队员分别叫做格林德和昆特, 然后格林德和昆特两人又找到了一个安全令牌, 有了她就可以从飞机上获取资料了, 晚上10点25分, 吉尔和帕克来到了船舱底层, 这里已经被水淹没不知所措, 他们来到引擎室启动了引擎, 两人感觉良好, 但是引擎室的门突然被锁住了, 而且还有海水不断地灌进来, 这是中了敌人的圈套吗? 晚上10点48分, 另一边的飞机坠毁点附近, 格林德和昆特两人与奥布莱恩取得了联系, 奥布莱恩让两人去坠毁的飞机上获取资料, 然后两人就带着安全令牌往飞机过去了, 然后他们就在这里遇到了可以隐形的猎杀者, 不过还好两人打死了这些怪物, 昆特在飞机的电脑上获取了邮轮的位置信息, 并且连同飞机资料一起报告给了奥布莱恩, 晚上11点16分, 克里斯和杰西卡获得了邮轮位置的信息, 成功降落在了邮轮上, 在此稍微提一句, 还是非常擅长的, 克里斯和杰西卡受到了昆特的指引, 准备去底下引擎室寻找吉尔, 但等他们到了引擎室却发现这里并没有人, 晚上11点43分, 吉尔被水冲到了污水通道里, 他和帕克两人在水下找到了一根撬棍, 撬开了天花板上的一扇铁网, 他们终于逃了出来, 然后他们又一路来到了控制室, 帕克拉下控制室的开关之后, 发现船上的信号塔也坏了, 又要跑到上面去修信号塔, 而克里斯在船头和阿布莱恩汇报没看到吉尔, 阿布莱恩告诉了他, 昆特发现有两艘很像的船都在海上, 是杰诺比亚女王号的姊妹船, 所以克里斯很有可能上错船了, 克里斯表示我服了, 但是现在没有办法也只能去另一艘船了, 在另一边的船上, 吉尔和帕克一路往上走, 遇到了一个又大又丑的boss, 真的是丑得让人无法直视, 两人边跑边打, 打死了boss, 来到了船顶上的信号塔, 吉尔修复了电路, 并且联系上了指挥部, 帕克汇报说他们这边损失惨重, 而阿布莱恩跟他们两人说, 这件事情只是诱饵, 我们中圈头了, 两人想继续追问这是怎么回事, 但阿布莱恩跟两人说不要采取任何行动, 然后他去回复别的求救电话了, 事情的真相原来是欧洲警卫队发现福岛的太阳能矩阵卫星又被启动了, 再次打开这种恐怖的太阳能卫星武器的作用到底是什么呢? 阿布莱恩看了一下桌子上他和基友拍的照片, 然后他告诉了吉尔和帕克两人真相, 游轮实际上就是灰猎犬的巢穴, 这只是一个伪装, 而太阳能卫星武器会摧毁这艘游轮, 帕克请求让阿布莱恩带他们离开这里, 但阿布莱恩却表示没办法批准, 阿布莱恩告诉了他们克里斯正在赶过来, 而他自己会尽全力阻止这次进攻, 看来吉尔跟帕克两人只能自己想办法救自己了。 那么好的, 我们本期的内容就先到这里了, 《生化危机启示录》的故事设定在2005年, 出场人物众多, 大家最熟悉的就是克里斯和吉尔了, 而其他出场比较多的是他们的搭档, 分别是杰西卡和帕克, BSA的指挥官奥布莱恩并不是一个没有能力的领导, 而雷莫德实际上是一个中立的人物, 具体是干什么的我们暂时不透露, 而昆特和格林德两个队员其实是逗逼, 吉尔和帕克本来是要去邮轮上寻找克里斯和杰西卡两人, 却得知了这艘杰诺比亚女王号居然是恐怖组织灰猎犬的巢穴, 并且他们现在也面临被联邦深化恐怖委员会FBC消灭的危险, 那么吉尔和帕克能找到出去的办法吗? 克里斯和吉尔能成功团聚吗? BSA的指挥官奥布莱恩为何狠心不救自己的队员呢? 他和FBC又是什么关系呢? 欢迎关注下一次我们再来讲述吧!